大家好 今天是4月23日,星期四 市有少少高台的反覆 但其實很正常 稍後我再做分析,先看看指數 早市高開90點到23,983 之後輕輕升到24,107 有些虧限,這一分鐘市升到214點 跟隨亦有些技術上的反覆 一度低見23,806點 即是這分鐘輕輕倒跌87點 但整體來說,直到現在這分鐘 大概3.35點 指數仍然在高低波幅中間走 現在的指數是23,969 輕輕升了75點 技術上屬於整股等變的形態 由於整個反彈市的起步點 是3月19日的低位 21,139點 而高位暫時是4月17日的24,666 以現在的指數矮近24.4 是屬於一個高台 即是市經過3,527點的反彈之後 高台的整股感 都不知道 輕輕跌穿10天線是美中不足 但它沒有跌離 即是只要有80,200點的回升 已經回到10天線上 重要的是下星期一是今個月期指轉倉高供日 下星期二是期指結算日 如果指數是咬著24,000點左右的水平 進行轉倉和結算 情況是有利5月份的發展 待會也可以作一點分析 先看看 整個市的起步點 反彈起步點是21,139 去到24,666點 四個星期市反彈了3,527 之後由4月17的高位24,666 跌回到4月22的低位23,483 跌回1,143 簡單說 升了3,527點 或是跌回33.5% 是一個很標準的技術上調整 問題是如果21,139是一隻調整市的左腳 右腳到底在哪裡 如果右腳是23,483 舒服力就不夠 因為右腳是比較高 左腳右腳一拉上來 這條上升軌差不多有75度角 我覺得可能性就不太大 所以在5月初旬的時候 可能仍然略為反覆 但不要緊 只要指數仍然在24,000左右的水平 就算落落23,000 我覺得都是很正常的 況且在5月初旬的市 如果略為先低 條件是有利慢慢短靈甚至後高 傳統來說 五窮六絕 七翻新 今年我覺得可能會有少少變化 因為以往市市一直升到上3月份 業績公佈 4月份隨息 市在高位 五月份沒有東西炒 六月份更加沒有東西炒 五月便窮 六月沒有東西炒便絕 但今年不同 一月的市場 全個月的波幅跌了2,879點 二月的波幅全個月跌了2,066點 三月份不用說 全個月的波幅更加跌了5,66點 大家想想 捱不住那些 一早都炎固了 捱得到那些 現在這一分鐘一定是官網 你問問60元買匯豐 50元買匯豐那些 現在肯不肯走 怎會走 換句話來說 除非有新一輪利凳消息 造成市場衝擊 否則市場最多是整固等變 在2萬3、2萬4的區間 1,000點或者800點這些 是屬於2-3%反覆 不算是甚麼跌市 不過只要一件事 指數一日未能成功 回到10天線樓上之前 市仍然處於反覆不明之中 但當市回到10天線樓上 意味著指數有條件 進一步上網條50天線 10天線已經在24,879點 下星期一是今月轉倉高峰日 以現在的情況來看 好倉大會似乎 有些維穩的部署放在這裏 如果你是板塊當中 我覺得不少 一路咬住高台 現在只等一件事 就是歐美也好 美國也好 或者是哪個地方都好 何時會有一個 街風的政策出來 如果有的話 市場的催化劑 或者正面的催化劑 是會比較明顯的 好了 今天下午分析 我就講到這裏 大家好 今天是4月23號 星期四 故事的確是有一點點的高台的反覆 可是並不是很明顯 我們先看那個指數 找到恒人指數先高開90點到23,983點 往後 曾經一度高漸24,1807點 等於說這一分鐘指數是上升了214點 可是由於成交不太多 而且機制上來說 股市還是有一點點的反覆 所以曾經一度低減23,8806點 這一分鐘指數是輕輕回調87點 直到目前為止 大概3點40分左右水平 指數是在23,959點 直上升了60點 不管它是怎麼樣 反正就是在整個等變 當然 技術上來說 恒人指數是跌圈10天線 這個真實不太好 可是 並沒有在進一步跌圈那個20天線 這變成來說 指數只是在整個等變 從走勢上來看 這個股市從3月19號的低位 21,139點開步的 到這個月17號的高位 26,666點 股市在四個星期之內 反彈了差不多3,527點 這個幅度也不算少的了 所以高台是有一定的消化的 從24,666點開始就反覆 曾經一度低減23,483點 這個4月22號的低位 等於說股市是回調1,183點 相對3,527點的升幅來說 股市是回調大概33.5% 這個也很標準的 問題就是 現在的指數在2萬 時間點整不下來 我們怎麼樣看 相對那個低位是2萬 1,139點 現在是一個高台 等於說股市 你可以說是抓著高台而不下的 這個我覺得是沒錯的 只是暫時走在10天線以下 變成來說動力方面不太足夠 好了 下個星期一 就是這個期止 轉倉的高峰2 下個星期二就是期止結算 那變成來說 在2萬4千點 不管是高一點還好也好 低一點也好 在這個水平進行一個 轉倉跟結算的話 對5月份的股市 我覺得還是比較偏好的 另外一個問題大家要想一想 從2萬9174點回調 最低是2萬1139點 這個是調整的一個右左邊的腳 好了 中間有一個高位是2萬4666點 現在在整個效果之中 可能往後還是會尋找右腳的 右邊的腳到底在哪裡 現在很難說 可是要是從那個走勢上來看 那既然指數是走在10天線以下 基本上是有機會在5月初的時候 再進一步反復的 不過我個人覺得 就算是反復的話 跌的幅度也不會太多 反正左邊的腳是會低一點點 右邊的腳應該是稍微高一點點 這個走勢對往後的股市的發展 應該還是比較正面的 五重六絕七翻身 這個是傳統的滋味 可是今年下來我覺得可能會有點變化 由於股市在1月2月3月已經大幅度下降了 變成4月份5月份可能還是會整不下來的 好了 下午的分析我就說到這裡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